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月季的一些虫派 其实讲这个话题之前呢纠结了很久 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不是那么友好 不介意讲 但是呢它既然是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拿来讲 其实虫子并不可怕 只是看着不太舒服而已 它又不咬人 像我们月季上经常有的 像这样小的绿的呀 或者是这种的 或者是比它小一点 上面有一些毛毛的 这些虫子其实都是这一类型的 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什么青虫啊 或毛毛虫都可以 它有别于说牙虫啊 白粉丝呀 红蜘蛛这一类的虫子 那么这一类的虫子呢 其实你长这么大 就长得很大的时候 就建议你用手抓掉吧 抓掉材质它就可以了 或者扔给鸡吃 那么像这么小的时候 你随便打点药 它就挂掉了 所以说你看到你这里 蝴蝶满天飞的时候 及时喷上一点农药 在它小的时候 随便一点药就可以给它打死了 但是长成这么大的时候 就已经很难搞了 因为它有一个叫虫灵 就是说它退了几次皮 退了一次皮 它的耐药的能力 耐毒的这种能力 就增强了一些甚至翻倍 越大越不好制 当然了这么大很快 它又变成新的蝴蝶 继续排卵 继续产生新的虫子 当然了 这两个虫子相对来说还是好看的 业绩上还有比这更噩心的虫子 只是因为画面实在太不好 不能一一的等大家来讲 但是大家知道 它的光制的方法 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说你还有没有 像一些小蜂子一类的 或者是像蝴蝶一类的 飞过 经常在你这里飞 看到了即使给它捕杀掉 那么等它 我发现了好几次 它开始飞 下一次吞药的时候 加入一点点叫菊脂类的能药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常卖的 像这个高效滤青菊脂 大家可以去买杜邦苦尊 然后还有这个功夫等等 这一系列的药 它一遍基本上就搞定了 包括有一个叫 阿维菊素跟一个什么药 互配的 反正你去药店里去说 我去买一个青虫药 或者毛毛虫药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虫子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种虫子往往爆发的时候 它你小面积种植 它不会有太多 用手抓一抓的过来 不像牙虫或红枝猪 那么密集你抓都抓不过来 还是让大家早点结束 看这种画面 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来睡一会儿 咱们下次再来睡一会儿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